应用题型和差问题 我们现在有加以两数 和是S,差是D,求两数 依照题型我们列合论是 甲加以就是和,甲间以就是差 第一种解法就是把两式的左边加左边 又等于右边加右边 左边加左边呢,就是甲加以 再加上左边加间以 就等于右边是和加差 那这边一个以,在减掉以 所以以就被消掉了 那这边剩下两个甲 所以两倍的甲就等于和加差 所以甲呢,就是和加差除以2 那因为刚刚甲加以是和 对不对,所以以呢,就是把和减掉甲 那第二种解法 用减的 左边等于减左边,就等于右边减右边 所以甲加以,减掉甲再加以 这是把第二式的左边编号 就等于和减差 那甲跟负甲消掉,就剩下两倍的以 就等于和减差 所以以呢,就是和减差除以2 甲呢,就是和减掉以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做法就是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和加差除以2 我们就可以得到甲 第二个是和减差除以2 就可以得到以 就是用这两个公式 或者呢,你先求甲,甲出来以后 就用和去减掉甲 就会变成以 这种方法都可以 好,我们做一下练习 好,我们看一下 这里我们就有刚刚讲的和加差 就等于两倍的大数 和减差就等于两倍的小数 我们就现在就用这个方法来做 和加差 和是10,差是2 有两数,和一个是和是10,差是2 和加差12 2除以2就变6 所以大数就是6 和减差是8 8除以2是4 所以小数就是4 你看6加4是10 没有错嘛,和 然后6-4是2,差是2 好,我们对一下答案 答对了 好,再来一题 两个数 两个数,和是2 差是0 和加差2加0除以2 大数是1 和减差2-0也是2 除2也是1 所以大数小数都是1 这下答案也对 好,再一题 和加差8加2是10 10除2是5 所以大数就是5 和减差8-2 是6 6除2是3 小数就是3 等一下答案 对了 所以记得 大加小 就是和加差 就是除2 就是大数 和减差 除2就是小数 以上就是有关于核差问题的解法